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明镜电视台艺术家栏目 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嘉宾 陈军先生来一起做一期节目 《我没有敌人》刘晓波未曾发表的手稿 这一批手稿可以说是非常珍贵 是陈军先生保留了多年 今天是第一次拿出来 我们准备分几期来谈 他手稿里面隐藏着 刘晓波丰富着思想和他对中国 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些思考 首先呢今天呢 我要声明一下 今天是刘晓波去世的第七天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头七 那么我们在这里先为他默哀一分钟 表示我们的沉痛悼念 好 默哀必 今天很荣幸啊 这个陈军先生来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一期节目 陈军先生大家都很知道 上次做了几次节目还有很多网友啊 我看他们留言 很希望你多次来明镜做节目 这个很欣赏你 有着欣赏你的风采 当年曾经先生呢 他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中国历史上 也留下很重要的一笔 就是当年作为主要发起人 这个签名 可以说就是直接给邓小平写信 要释放政治犯人 魏京生 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很多人啊 他们可能就是说他的医生啊 做过很多事 但是呢 只要你有一件事 这件事呢进入历史了 那么你这个 你这就是你这一生啊就值了 所以陈军先生这一件事啊 在我看来啊 就是你成为一个历史人物 你就是进入历史了啊 所以呢这个 呃我这里呢特别要强调 所以这是我对他表示那个 这个很 庆佩的这一这个一点啊 其次呢 呃 陈军先生跟那个 刘晓波呢 早年就有很密集的交往 呃特别是在89前 89六四以前 正好晓波在纽约 呃他们就够这个 呃非常密集的交往和交流 当来主要是对于 呃中国这个 也包括中国历史啊 现实啊文化啊 这些东西都他们做过广泛的讨论 呃这一批手稿呢 他今天拿出来呢 呃非常珍贵 我也刚才第一次才读到 呃可以说对小波的 他的真实的这个思想背景啊 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呃我们大概 现在通常对小波啊 呃包括他获诺贝尔和平奖 呃这样一个巨大的荣誉荣耀 呃以及他现在 我们给他称为叫 现在现在基本上就是把他封圣啊 过去过去在这个 这个中国这个古代历史啊 都是哪一位 呃这个这个 这个任人贤士啊 他这个做出了极伟大的事情 就叫封圣 那么现在小波啊 啊也可以说他也是成为圣人啊 啊圣徒 包括你说的圣徒啊 啊还有人把他作为人间耶稣啊 啊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 他为什么得到这么高的这个 这个荣耀 不仅仅是一个一个奖项 他最主要的他提出了 他的一些理念和思想 那么这个呢就是他特别 包括他在被判刑 没有被公开陈述的这个 这个他的一个辩护词啊 就是我没有敌人 呃这个成为可以说 他是一个重要的理念 而这个理念呢 他并不是因为偶然的 呃或者受到某个 呃某个什么历史的这个 呃启啊启示啊突然提出来的 他是有他的思想发展渊源的 呃他最早提出来的时候 他是在八九六四天安门广场 这个提出这个口号 那么在我看来我没有敌人 呃我在前几天跟陈军先生 在私底下呃这个私聊的时候 提出这个我没有敌人 他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他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名题 啊是当今世界可以说 一个普世价值观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呃 这里呢我特别提一个提提提提一个 就是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 就是非常著名的基斯道 基斯道是美国普利斯奖这个获得者 他曾经是天安门运动的呃当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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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见证者啊 他写过很多文章 呃就在刘晓波去世以前他写了一篇长文章 啊 特别的提到 特别的称 刘晓波是我们的老师 刘老师啊 啊 现在中国大陆很盛行的老师啊 但是 他是一个纽约时报 这样一个资深记者 他认认真真呢 在文章的最后称 你是我们的老师 就是因为提到 小波 他他所说的 我没有敌人 没有仇恨 这个含义啊 呃 是 他特别的 针对当今世界的这个现实状态 发出的一种感慨 呃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这个 我没有敌人啊 在在当 当前这个 中国语境中啊 呃 呃 可以说理解 还不太统一啊 呃 包括大家对 对对对 这个 这个题 这个这个命题啊 有很多非议啊 很多非议 呃 所以我们 我们想呢 我想跟陈军先生呢 这一次这个机会呢 我们在明镜电视台呢 展开系列讨论 特别是 非常珍贵的 呃 陈军先生呢 提供了这些 从未发表的手稿 对刘晓波的这个 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啊 啊 他的这种呃 思想渊渊背景啊 我们来做一次梳理 这也可以说是这个 对小波的 他这个去世以后啊 他的精神遗产 我们怎么样呢 就是做一番梳理 也是 使他的死呢 呃 就说 按照 我们就是通常说 说法 就使有 啊 使得其所啊 啊 使使的是他的这个 这个 生前的这种理念 得以被广泛的这种理解和 推啊 推啊 推广也 我们也可以叫推推广 呃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想 这个呢 就是主要的 从从他这个一个手稿 他的第一篇手稿呢 呃 呃 陈军先生提供的第一篇手稿呢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题目 啊 麻烦请导播吧 这个这个手稿的 这个这个背影现在现在 呃 这贴一下 嗯 就是叫 一个反传统者的 自我反省 呃 他的落款 日期是1989年的3月 好像是3月 但就是说 他在 就是回中国 就是六四爆发以前 他写的 那么这里呢 他特别提到呢 就是 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刘小波 我上一期这个 呃 节目呢 曾经提到他是作为 作为一个文学黑马 在中国文坛崛起 那么就是他彻底的 反传统的姿态 呃 这个反传统呢 呃 可以说把现当的 中国文 这个文学 中国文化 这个这个彻底否定 基本上彻底否定 那么 这个彻底否定以后 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呢 就特别提到呢 呃 就是 他感觉呢 他这个所谓的全盘西化呢 又有了一个 重新的思考 那么这个思考呢 主要是 提到呢 就是 呃 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 他到了纽约以后啊 他这里提到有几件事情 对他的 呃 对他触动很大 当然这个是 只是一个一些 一些 生活中碰到的细节 呃 其中呢 他就他曾经 他可能在不同的产下也说过 他到了大都会博物馆以后啊 呃 他就是感觉这个 呃 有一种震惊啊 有一种震惊啊 一种震惊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就从内心深处啊 对 对这个 对西方文化 就是 在到了纽约以后啊 他对西方文化的这些认识啊 他又有一个不同的角度 那么从成军呢 你当时跟他 呃 交流当中呢 我不知道你他 有没有谈起他这个 到了 呃 到了西方 到了纽约 到了美国 呃 通常我们有一种说法叫 culture shock 文化啊 啊 震惊 那么当时他 到了这个 呃 这个西方这个土地上以后 他有没有 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慨 然后通过你们之间的交流 他 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啊 转变 或者是感慨 你你觉得他当时是 呃 给你交流当中 体现出一些什么样的一种姿态 嗯 我想呢 先 换一个角度来讨论 啊 小波 好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关于小波的我们 我没有敌人呢 呃 他是一个文化基金主义者呀 早年也是个狂人呢 呃 呃 激进到底是什么含义 等等 那如果我觉得不不把这些 基本概念梳理清楚的话呢 我们最后 我们最后理解的小波呢 还是在一个高度政治化语系统下面的一个具体的个人 而这个呢 我认为恰好 就是刘老波 在某一个方面想摆脱的一个苛究 也就是说 他虽然自身在对中国政治现实 就是这么一个反叛者 这么一个批判者 甚至一个激烈的批判者这个身份 同时在他的思考的另外一个向度 他并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政治现实的一个对立面的这么一个角色 就算他后来深度的参与了中国的民间的这个反对运动 甚至成为代言人 主持者 但是在我对他的理解和解读当中呢 我看到的他另外的那些面 他另外的那些精神品质 从里面丢失过 比如说作为诗人的了博 作为一个热爱生活 爱爱情的了博 作为一个有创造力 想象力 诗人气质 精神追求的了博 如果离开了后者的这些 对刘尔波的刻画和理解 我们最后还是把刘尔波还原到 我们通常唯一能理解的那种方式 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性格的人 而且是被这个社会环境制度 他的发展过程所定义下的人 所以我觉得呢 能不能在讨论刘尔波的时候呢 先跳开一些固定的想法 比如说 我昨天晚上我翻看 翻看刘尔波的这些手稿 我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刘尔波没有回到中国 参加六四的命运 没有后来的 他的这个 在中央电视台面前 这个忏悔 或者表示 没有看到天安门广场杀人这个事情 包括后来为了洗清他自己的 身上的这个屈辱 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了监狱 那刘尔波今天可能在美国 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哲学家 而且我认为他的写作 可能就会像俄国的一批作家 比如像布罗茲基这样的作家 就是他们 除了他们的思想境界 已经超越了当时的苏联政治制度 对他们的制约以外 他们的探讨的问题 已经跟世界文明的最高端的 这些思想家 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 而且他的语言 他的这个 这个语言所承载的内容 也不仅仅是狭隘的 敌方和反方 这样一个所谓的共谋关系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在讨论刘尔波的时候呢 我们能尽量的不掉落到 我们已有的那些 我所谓的帝国这个概念系统 或者叫党国的这个语言系统 因为我们现在 至少在我的这个 阅读和理解当中呢 我们就离开了这些表述方法 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 甚至更更完美的 或者更具有精神特质的表述方法 而如果我们摆脱不了 语言本身对我们的限制的话 我们的思想也不可能 有任何的超越性 所以我觉得 呃这个倒是我觉得 因为下面刘尔波的手稿 呃有三个内容 呃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 是他自我反省的那个部分 那这个自我反省的部分 里面呢就涉猎到我刚才讲的 就另外几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就是说 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 他觉得这个批判 在这个观念意义上来说是不具备 这个这个秦和尚学的这个 呃这个这个 角度也不具备这个更深层意义上的批判 只是恢复常识 所以他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 不值得一谈 那第二个角度就是说 所谓的跟西方文明对话 那这个呢 确实他到了美国来以后 他的这个 尤其他大都会以后 看了很多的美术馆博物馆 参加了西方的学术讨论会 读了一些西方的 一些一些著作 他深感他自己的思考 是非常狭隘的 是完全受制于中国 当下的政治现实 第三个就是他原来在国内 读的哲学类的东西 那这个哲学类的东西的 面的不仅仅是 像罗素这样的哲学家 更多像尼采这样的 克尔克尔这样的 那小说类的话呢 有像加缪这样的 这个 索尔尼琴这样的 托斯托尔斯基这样的 所以他 可能自己的自我期许 就是他作为个人 对生命的体验 完成所谓他对悲剧的这个理解 换句话说 在哲学意义上来说 他认为人生来 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悲剧 那至于这个悲剧的体验 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那是跟他自己 个人的造化 想象力 激情 都连在一起 所以我才觉得 如果能够把 他现在这个手稿当中的 有一些想法脉络 能串起来的话呢 可能我们会更好的理解 我没有敌人这个概念 到底有哪些的这个角度 涵盖了哪些的思考的方向 这大概就是我 要提出来的 对 这个这个手稿 确实给我们提供了 这个很大的一个 潜藏在这个后面的他的最内心的一些想法 因为呢 这个我上一期啊 这个跟贝林啊 他们在谈的时候 就谈到八六 那还是八六年 八六年你在北京 八六年在 在在在在 你是你是已经是那个 呃 成为北京的这个 唯一的沙龙的中心啊 对吧 呃 那么我那个那个时候 在北大上远 就是说呢 就就是非常 我这大概我这个 医生当中 就是一次跟小波的这个 一次一次相遇啊 那后来就是 我们这个 都没有机会在在在在 我到纽约的时候 他已经已经离开 离开纽约了 那么谈到他当年就是 呃 跟多多呢 有一次交锋 那个交锋 对我印象很深刻 我上次就提到了 呃 多多呢是一位诗人啊 那么因为 刘晓波当时 做一个呃 当时他是北师大的博士生 他还是 他也是在读研究生 我是在读硕士生 呃 那就文 文台黑马吧 这个一下崛起 呃 很多人当然也 这个这个这个 多多他们也有些挑战性 觉得你这个 到底有没有料啊 呃 就是 就是就是好像文台的也 这个 这个 清狂少年啊 那那一次对谈呢 最后呢就是 就是说 就是有 有有那个就是 呃 就交战了这种 这种这种意思 那最后就 按照我的看法是平手 这个打了个平手以后呢 呃 大家对小波的印象就是他 确实还可以 有很多这个呃 这个呃 呃 读了很多书啊 啊 才华横溢 那么我当时的这个 我们讨论完了以后 我的感受就是 就是我上次也提到 就多多他在身上这个 这个作为一个诗人 他身上提出的一种宗教性 啊 这个这个是另当别人 这多多的诗歌什么 这是另外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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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评价 哎 就是小波身上还没有提 因为他 他当年呢 他的姿态 就是说从我看来呢 就是这种尼采式的 这种狂人超人 那么尼采他的一个口号就是 上帝死了嘛 那么这个手稿里面呢 就正好印证了他当时的这个 这个啊 可以说他的在这一种思想轨迹 那他这里特别提到 他是提到鲁迅 他提到鲁迅 呃 可以说他那个新世纪文学危机 他不是 基本上从现代 就是随意说现代中国文学 一直谈到那当时新世纪文学 基本上就是 中国作家呢 那就就是 基本上是一概否定 但是鲁迅 对鲁迅 他持保留态度 对鲁迅他还是 他认为还是很尊敬的 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的鲁迅呢 呃 他强调鲁迅的野草 在野草里面就是看到鲁迅 他这个可以说 他跟鲁迅之间的 一种心灵感应 可以说是相通的 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鲁迅他也是把 看作这个 呃 上帝死了 一种尼采的哲学 在他背后 啊 形成这个鲁 所以鲁迅呢 但是现实状态 中国的现实状态 他不是鲁迅一句话吗 叫怒其不信 哀其不争 实际上我跟你讲 这个将近一百年 中国的现实状态 仍然是如此 那么他这里特别提到呢 这个 呃 他也是当时处在这样一种状态 就是 啊 一种一种超人的啊 狂妄的 对中国 中国现实啊 这种全盘否定的 彻底 要西化 这是只是他的一个口号 包括殖民第三百年 什么等等 但是他这里 这封信里面 他特别提到了这句话 这句话 我可以念一下啊 呃 事实正是如此野草之后的鲁迅 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寂寞 孤独和绝望 走出了内心世界的挣扎 重新堕入庸俗的中国现象现实之中 和一群根本够不成对手的凡夫俗子们 进行了一场同样庸俗的战争 那就是鲁迅在三十年代 那就跟那什么 当时的这个文艺左派啊 什么这些 当时这个骂战 写杂文 其实鲁迅当年 写这个阿Q正传 他本来在文学上是有很大成就的 对吧 结果是 在他这里提到 结果是 与庸裁作战 必然变成庸裁 鲁迅无法忍受 只身一人面对了未知世界 面对坟物式的恐惧 这鲁迅啊 他这个是野草里面 他就是 他这个绝望 这个鲁迅的作品 那这个 我们这 另当年来评论了 鲁迅就是 他说鲁迅不愿意在上帝的注视下 与自己的心灵进行超越性的对话 传统世代夫的公义化人格 在鲁迅身上复活 欲使 没有上帝的鲁迅只能堕落 鲁迅深受尼采影响 但是他与尼采最大不同在于 尼采对人类对自身绝望之后 借助于超人的参照 而走向个体生命的提升 鲁迅在对中国人对自身绝望之后 没有找到超越性的参照系 价值参照系 重新回到了他彻底唾弃的现实之中 我觉得他写这句话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写他自己 就是说这个看来就是刘晓波 因为我们平时看到这个写零八仙章 什么我跟那个程军有时候谈起 最后我们感觉他最后成了一个什么呢 他就那个维权 我不是上次跟贝林说了 他担任了这个独立中文笔会会上以后 这个我就提到了 他把这个后来我们私下讨论的时候 就说这个现在中文笔会 现在还在啊 就是现在这个中文笔会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中文作家维权机构 跟文权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但是这个维权也需要 那么当然我们还提出这个我对贝林啊 是孟朗这些都是好朋友 我们是我们还有一种抗争 就是你刚才说的超越性的文学的抗争 我是一种就是就是不屑于你跟你合作的 就是你提倡的布鲁茨西式的 这个前苏联东欧作家的 那么这个小波他完全可以这样做的 就像你说的 我非常欣赏这个 这个这个 陈钧上次提到就是这个 中国作家 这个中国的流亡者 流亡者 就包括全世界啊 我们现在在海外太多了 知识分子 没有品质 或者叫没有精神品质 我们产生了一个什么作家吗 产生了一个世界影响的作家吗 没有 而严格说的 这帮中国的流亡者 说的难听一点啊 我这也是大家可能就包括 也可以把它称为是盲流 在世界各地在盲流 就没有精神品质 像小波完全可以在 他假如在留在纽约 那就像你说的 他可能就成为一个 这种精神领袖 那当然这个我们只是这么说了 至少他可以 可以形成一个精神的一种氛围 那么他最后呢也是一样 他看到鲁迅 他看到鲁迅啊 最后 不得不跟庸才在作战 他自己 现在小波最后 他一脚跳进去 他这个八九六四跳进去以后 后来逐渐逐渐逐渐 就是最后他医生啊 按照我的看法就是 他的医生也是在跟庸才在作战 零八宣章 零八宣章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一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 你现在还要跟这些人讨论基本准则 所以我前几年回去 回去 前几年回去回中国去 因为我的朋友有很多同学 早年都大学校长 哎呀你老兄回来吧 哎呀我这边这个教授 还可以继续当教授 但是他那个时候就 他说你还有政治学习吗 他有啊 政治学习学什么 八龙八尺 弱智 你要弱智的活着就是一种屈辱感 但是小波他后来就是愿意这样屈辱的 他实际上他内心是很清楚的 他不是不清楚的 他原来就想法他我没有敌人 这个只是一个口号语 啊 又又甚至或者是不是话中取从啊 所以他是有真正的非常清醒的 看到这样一种中国现实状态 他又投生进去 所以当时呢 我不知道你跟你谈的 因为他写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这一段文字在我看来 我对小说小波的这种精神借借 我又把他啊 把他提升起来 就是刮了 刮目相看 因为 从来没有发表过 而且我刚才问他后来的文字 他后来文字就称了 就是因为他更注重的是行动 这些东西都没有展现出来 啊 行动 那就是 变成一个中国最大的访民 我就 我就可以这么说啊 这个访民当然很重要 但是小波的这种精神啊 这种思想遗产这些东西都瞒不掉了 所以我就 我就想呢 这个 成军呢 他这个 本身他本身也是搞哲学的啊 所以我 我愿意来 愿意来就是 就是把成军叫来 我就想 我们在纽约啊 就希望将来有一个平台 就是能够讨论讨论文化 讨论讨论哲学 讨论论思想 有艺术啊 就是这种就是一种超越些东西 不是简单的 反抗 反抗 啊 那么这个 所以我就想成军呢 你在这方面就是 看到小波这一段文字啊 你是 当时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触 对 我接着你的话 讲下去 因为我等我也会 啊 念一段这个 这篇文章里面 另外一段话 实际上呢 我觉得就是说 小波这一生实际上是充满矛盾的 就一方面呢 他阅读的都是 就是说人类精华之中的精华 对吧 那所以他精神向往 是在另外一个时空里的 但是呢 他堕落在 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现实环境里面 而中国的现实环境里面 最大的问题 我好像上次我谈过 就是说 首先你在中国的文字里面 已经读不出一个人的心灵 就你触目不到他的灵魂 你最多可能能读到一个人的机制 你能到能读到一个人的文字上的这种 娴熟甚至华丽 甚至就是说高超的这个文字表达功夫 但你读不到一个人内心的感受 甚至我 我有的时候看到就是说 连有些的伪从高的感受 那也是可以暗示出来 也就是说 我真的见到过中国的有名的作家 前脚在谈这个他怎么骗了女人上窗 后紧接着你听到他放一段 这个关于比如说 这个比如说这个摩扎特的这种 怎么讲他的那个 嗯 他有个很有很有名的音乐叫什么 叫这个 有点像这个 下子 有的时候我就会 老子一出现音乐 反正总的来讲呢 就是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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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一个充满神圣音 神圣内容的音乐 嗯 然后呢他马上会痛哭流涕 嗯 然后就觉得他是 这个是世界上最虔诚的人 嗯 那我当然也可能认为这种 这种人格的失恋 在中国是个常态 因为你很难想象 就是一个人一方面在接受 我们就不要说他接受最好的教育 接受正常的教育 同时还能跟这个社会的现实相安无事 对吧 这个要很大的这个双面性的性格 嗯 才能够 这个这样的就是说 嗯 若无其事生活下去 对吧 嗯 那我在我看来呢 就是说 如果一个社会他基本来讲 他已经没有 没有精神特质 对吧 嗯 他没有 没有这个这个精神上的追求 他剩下来就是基本上 现实利益的追求 和现实利益的成就感 嗯 那这样的人我们见了很多 对吧 从现在的这个商界上的到 到这个人文圈里面的 啊 这些什么大众讲坛上的这些名人 对不对 我认为就是说 他们是非常巧妙的把他们自己的 要么就是他们没有灵魂 或者就是他们把他们的灵魂 和他们肉身所处的那个环境 把它割裂开来 那 我认识了小波 因为我 我对他批判中国文学和中国政治现实这一块 我就要没太大兴趣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 不构成批判的对象 也就是说 他低于你批判的角度 因为在中国来讲 无非就是恢复常识 因为中国政治现实是离常识太远 就是说他他基本上是一个蛮荒状态的一个现实 对吧 他是暴力啊 谎言呢 那彻裸裸的欺骗呢 对吧 然后大言不惨 所以一个有至尊的人 先不要说有多少惊人追求 要养在这样的一个龌龊的地方生存 截身自好 那一定会人格分裂 所以呢 我跟他讨论的比较多的 还是个人跟这个限制遭遇的时候 什么是个人的责任 先抛开就是说你的社会属性 不管你是知识分子 对吧 还是一个商人 还是一个政客 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就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 什么是你的尊业 什么是你的权利 什么是你自我的认定 和什么是你的意义 好 我现在来读一段 小波到了纽约以后 对吧 他对他招 就是前面在1986年的时候 就是博德这个 招也一致对他的这个 不管是推崇也好 这个批评也好 但那个名声之后 他的一段这个表述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这个不是手稿里面 是手稿里面 我念的是手稿里面 手稿里面的第五页 第五页 OK 麻烦导播放到第五页 他说 当我借助西方文化 对中国文化 进行了批判性的反省之后 突然手足无措 陷入一种 进退为骨的尴尬处境之中 我猛然醒悟 我是在用以成就的武器 去批判另一种 更未成就的文化 以一个半残废的自豪 去嘲笑一个全贪的人 我真正的自身于开放的世界之中时 默然发现 我不是一个理论家 更不是名人 而是一个必须从零开始的凡人 在中国 愚昧的背景 衬托出我的智慧 先天痴呆 凸显了我的健康 在西方 愚昧的背景一旦消失 我便不再是智者 痴呆儿的烘托一旦倒塌 我变成了通生有病的人 而且我的周围 也占满了各种病人 在中国 我为一个 掺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虚名而活着 在西方 我才第一次面对 真实的生命呈现 和严酷的人生抉择 当一个人从虚幻的高峰一下 堕入真实的深渊 才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登上过高峰 而是一直在深渊中挣扎 这种大梦初醒之后 无路可走的绝境 曾使我犹豫动摇 并怯懦地向往 那个我了如指掌的土地 如果不是大都会博物馆 我真的就要重新与愚昧为伍了 我的妻子存在一封信 从蝎大 这个其实不是 不是在前期 这封信就是 我觉得是我们当时讨论的 比较重要的这个 其中的一个话题 当时你们就开始交流 他说小波表面上看 你是这个社会出名的逆子 但在实质上 你与这个社会 有一种深层的认同 这个社会能够从 一种反对你的态度 容纳你 宽恕你 原谅你 甚至怂恿你 你是这个社会的一种 反面的顶人罪和装饰 而我呢 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我不消于向这个社会要求什么 甚至连骂的方式也不想 我于这个社会的一切 才是格格不落 连你都无法理解我的冷漠 你都不能容纳我 这段话 我曾经毫无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 真是一针见血 我感谢他 他不仅是我的妻 更是我的最尖刻的批评者 在他的种种批评面前 我无地自容 那 这封信就是当时他也给你提过 不 实际上我们讨论的呢 集中的讨论就是说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包括具有批判性的传统知识分子 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这个角色 担当的区别在哪 就什么是现代以上的知识分子 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说 中国知识分子 自识的这个天下的这个责任 这个知识的训练 你的文化的追求 你的精神的这个自我的这个提升 于在一个现实环境当中 怎么转换为行为 怎么转换为你的职责 怎么转换为你的智慧 这个之间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当时的切入呢 是一下子就把他社会批评的这一块先翻过去 我们直接就谈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一个全球文明的状况底下 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 能跟文明接轨吗 对吧 因为早年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俄国的这一方思 像阿哈马托等等 他们当时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都说 他们坚信他们当时的创作 是跟欧洲整个文明紧密相连 甚至超越欧洲文明 说那份自信 对不对 是完全跟我们八十年代一路走来 包括走到今天的这种超越心的这种思考和批评 批判 是完全是两个层面上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可能我这么多年来 我很少就批评中国这个现实政治 我更多的呢 可能在这个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思考和反叛上面 这个反思上面呢 这个说的思考比较多 嗯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他气这个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啊 我不屑向这个社会要求什么 甚至连骂的方式也不像 我与这个社会一切才是格格不入 而连你都无法理解我的能物 你不懂 就是说这个社会跟我没关系啊 我就是跟你彻底的决绝 啊 你们 等于说 就是这个你说的 呃 我们在反抗 我们在批判 这个 这个批判就是 就某种时候你就形成了他的一个对立面 这个对立面你就把你自己扯进去了 就是 按照 按照夫科的说法 最后就成了一个共谋 你你就是这样一个共谋关系 嗯 现在我们所有的反对派啊 什么东西 基本上没挑出这个这个框架啊 包括海外民运也好 那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共谋的关系 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啊 就是就老鱼啊 老鱼呢 这个 我们不说他的这个真实的名字 就是说他这个 他就是成 就是挡在一个 我刚才说的向阳他 他就是一种决绝的关系 他就跟你没关系 啊 我就就不跟你发生什么关系 你甚至提也不要跟我提啊 呃 那就是这种 这种呢就是一种 一种决绝的啊 决绝的 完全是跟你就是彻底决裂的啊 那么小波呢 应该说他 他这个妻子啊 给他写这封信啊 对他是 这个对他就是说有猛醒的作用 但是他另一方面呢 他就是说他是清醒的 看清这个 呃 自己的状态和现实的状态 而且呢 他到了 到了美国以后啊 你想他这个 他以前崛起的一个标签呢 就毫无疑问嘛 就是早年他这个 呃 殖民地三百年 殖民地三百年 殖民地三百年这个 就把他干了全白西化啊 全白西化这五四以来 都是一个话题 啊 殖民地三百三百年 只是一个说辞 但是 但实际上他这就是一个国民性改造啊 中国没救了啊 就西化了 来彻底了 所以他这里就提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 呃 他在这里就是 那么就是说 从我们对小波的认识呢 他这个是全白西化了 我估计 他到时啊 中共还是给他贴了一个标签 中共的标签当然就是说 他是卖国仔 啊 这个是很荒谬的 对吧 实际上他在这里呢 呃 他有一段反思 啊 我们就简单提一下啊 呃 他在这一段在第几页 第三页啊 第三页的第二段 他说 正因为我的民族主义立场 和企图借助于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 所以我对中国的批判 是以对西方文化的绝对理想化为前提的 我忽略了 或者故意回避了西方文化的种种弱点 甚至我已经感觉到 意识到的弱点 我这样我就无法站在更高的层次 对文化 在西方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对整个人类的弱点给予抨击 而只能向西方文明献媚 以一种夸张的态度来美化西方文明 同时也美化我自身 仿佛西方文化不但是中国的旧心 而且是全人类的终极归宿 我借助于这种虚幻的理想主义 把自己打扮成旧世主 尽管我一向讨厌旧世主 所以他这里呢 实际上他就是 这是可以说是他的一段反思反省 也可以说呢 他是对西方文化也是有非常清晰的清醒的认识的 而且呢就是说呢 在他看来呢 这个西方文化呢 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啊 在他这里面 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 我们不一念啊 就是说在80年代 80年代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 可以说他已经很清醒的看到了 西方文化的困境 这个困境呢 可以说 从80年代到现在 可以说这种困境是愈演愈烈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在 我们这个开讲之前 我特别提到的这个基斯道 基斯道 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这样一个著名记者 他的这个文章 当然他这个首先 他这个文章他是写给习近平看的 习近平就是 你把这样因为 若比尔文学奖的这个 和平奖的这些官养在脑里 对不对 要折磨之识 当然这个表达了这个 人类文明的供奉 对吧 这毫无疑问 但是他特别提到假如 他提了一句 假如就是小波 他指的就是小波 你看到了 我们当年川普 这个川普总统的推特 你又会对我们的民主怎么想吗 这句话可能很多人都在忽略 我们现在这里 就是不想对川普总统 这个什么 当选美国总统有什么 评价 那么就是说在西方文明 实际上是困境 也是可以说是从小波以来 他小波那个时候 他就可以说已经清醒的看到 西方文明 拿西方文明来拯救人类 这个也是一个虚幻的 虚幻的一种 不切实际的 那么当然他也提到 假如我们是 他说他要站在这个 假如他按照他 他这个就是 他自己看到的这个观点 就是全排西化 就不能够站在一个 人类历史的高度来批判西方文化 当然他也不能拿中国的这种文化参照系来批判西方文化 那这是更荒谬的 西方文化的参照系倒是可以来批判 中国文化的现状 但是西方文化也面临了一个重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在现在看来我们觉得 就是 就是我刚才这个 我们刚才在吃饭的时候 我提到过的这个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就是 在网络上是说是崔健说的 崔健 那么这个没有考证 崔健说呢 假如天安门广场 还悬挂着毛主席下 那么我们全中国人民都是难民 那么今天 这个世界你看这个难民 难民问题越来越愈烈 我们还提到也是你的一个朋友 我们共同的朋友艾未未 艾未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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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都在讨论这边 但是这个世界呢 这个难民问题反映了什么呢 这可以说是某种情况就是 西方文明的问题 你问题是中东的 但是实际上是西方的 那么现在反过来看 我刚才也提到了 我在私底下提过 就是这个中国的问题 实际上也是西方的问题 在全球化这个状态下 而现在呢 这个刘晓波 这一次我们说呢 这个他这一次这个 最后蝉死在监狱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也可以看到这个西方文明 这个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说你要承担 很大的一部分责任 所以从这里看呢就是说 在这里呢 那他最后强调的就是 他有一句话 就是说 中国之于西方是落后的 西方之于全人类 全人类也是有限的 所以人类之于宇宙又是渺小的 所以这里呢就是 从这一篇手稿 我们看出来呢 小波 他的思想呢就是 在那个时候呢 他是已经超越 简单地超越了东西方 或者是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他已经有对于这个人类的这种文明啊 这个文明发展 整个世界文明啊 他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再来后续讨论呢 就是 我想这个 下一期呢 我们就讨论 就是我们针对他的手稿呢 就分几次呢 就是再讨论他的这个 下一期讨论 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 与自我批判 第三期呢 第三期呢就是讨论 小波的 这种宗教 超越性的 对人类文明的拯救 在思考 一个理念 那么今天呢我想这个 就是你看看你还有什么想 我再补充一下 我们看看 因为回到我们有敌人 这个话题嘛 那你刚才提到老鱼 我就补充一句 因为老鱼呢 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 他说共产党文化 有一个特点 他让反抗他的人 觉得赢得很容易 因为他就是 他的恶是 一个明白无误的恶 所以呢 他让所有的反抗者 觉得他们大义领难 他们非常的正确 他们轻而易举 获得道德高度 这也是他的那个早年他妻子 对他的批评 就是说你跟这个 所被批判的对象有个共生性 对吧 你的所有的荣耀 你的成就 你的名声 对吧 在于一个轻而易举能被批判的 这个前提下 作为你自身存在的前提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后来的讨论呢 就是把这个话题呢 转移到就是说 是所有的反抗 有的时候是绝望的 但有没有可能 使每个人的个人的反抗 不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叙事 的一个系统里面 对吧 而是说有个人深刻的体验 这个个人深刻的体验 可能通过他的情感的历程 他的内心世界 甚至他的失败 包括他的爱情格式 爱情故事等等 从而揭示 这些对一个极权制度的批判 本身带有某种超越性 或者带有某种 人类可以共同记忆的 一些背景 对吧 否则呢 你所有的存在 是以你对象的存在 为自身存在的前提 对不对 而这种 这种批判 从另外一个文化来看 是不可理解的 对吧 就是说 你说这个 这个制度很邪恶 这个制度 这个要需要革命推翻 等等等等 这个在我们 人为文明发展 照今天来看 这是给定的 就是说这是given 不用说的 对吧 所以有个恶人在做多端 你就冷了很多年 你把他杀了 这个故事就完了嘛 对吧 但是故事不是这么玩的 所以我们回过来讲 我曾经就引用过 昆德拉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言 他就说 今天谁会在乎一个15世纪 整个一个部落 在一场野蛮的战争当中 被彻底的这个摧毁了 对不对 因为不会有人去在乎 因为人类历史上 你来看 这样的故事还少嘛 那文化大革命死那么多人 难道 难道 他里边的这个 里边故事的戏剧性 悲剧性不够吗 但是为什么 就是说他到今天为止 没有人把这样一种 这个境遇 社会的境遇 个人的境遇 历史的境遇 赋予一个个人的叙述方式 而且经过这个 经由这个个人的叙述方式 而赋予了某一种精神的向度 不管这个精神的向度 是一个什么内容 对吧 从而使这个悲剧 获得了可辨识的特征 它不再是一些 简单的概念的堆切 故事情节的堆切 因为我们在 所有的故事背后 看到了人 看到人 是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被摧毁的 或者这个人 在摧毁过程当中 是怎么坚持的 对吧 是怎么捍卫他的尊严的 这个才使我认为刘晓波 他今天的这个反抗 和他的坚持 是具有了殉道者的这个意义 在这一点上来说 他当然超越了早年他太太 对他的这个提醒 就是说我跟这个制度 一点关系也没有 因为这是另外一种所谓决决 因为决决也很容易做到 不是做不到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小波的这个 没有敌人这个观点 实际上就是有几个角度的 第一个角度是美学的角度 对吧 第二个呢是宗教情怀的角度 或者我们不用宗教这个词 就是他自己对所谓的这种超越性关怀的思考 以至于就是说 你是就是说这个制度的存在 是每个人的悲剧 并不是作恶者的悲剧 因为作恶者可能也是愚昧的 对吧 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所以上帝不是说 天呐 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对吧 因为人类在以我来看 是到迄今为止的文明 是还是在一个非常冒昧的状态 所以作恶的人和犧牲者 他们有可能都很可怜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 是他的超越性的思考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认为他的爱情的思考 对吧 这也就是我曾经谈过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 做的事情 对一个民族 对一个家庭 对一个个人意味着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感受性 而刘尔波是有感受性非常丰富的人 对不对 所以回过来讲 我认为就是说小波是一个知奇 不可为而为止 对不对 所以我最后呢 再读一段这篇 因为我们今天在说这篇文章 我再读一段这个文章呢 这个就可以看出 像他早年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 怎么讲 已经有这么一个 宗教情怀 他在这里就是 就是我要这个补充一下 刚才我不是说这个 八六年那次谈话 我说他的谈话没有体验宗教 但是这篇文章里面 他我觉得他是有宗教情怀 或者说他已经 他是非常清醒的看到这一点 就是他自己还没有进入到这种情怀 他对这个宗教性 他是很清晰的 有认识的 我先读一下这一段 他说 自从人类被上帝酌出伊甸园之后 便一直处在无家可归的流放之中 这个第五页的第一段 这个流放没有尽头的 但是西方文化不是它的归宿 而只是一段路程而已 更可悲的是 西方文化中的原罪感成分越来越淡薄 忏悔一时越来越苍百 宗教的圣洁有时与摇滚月一样 成为一种享受而非痛苦的自信 自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 以后 人类再也没有殉难者 人类失去了良知 原罪感的逐渐消失 使人的生命变得轻飘飘的 这对人类来说 无疑是又一次堕落 亚当和夏娃的堕落是人类无法挽回的 没有原罪感的人 怎么能听到上帝的声音 从中世纪初期的上帝理论 到中世纪后期的上帝权力化 从近代的上帝彻底理性化 到当代上帝渐渐世俗化 人类文明堕落了 人类亲手杀死了自己心中的神圣价值 所以他这里谈到的原罪感 谈到的忏悔意识 谈到的这个基督钉在十字架 我认为他这些思考 在那个时候就看出他的端倪 所以他后来 我觉得就是走上这个 所谓他自己的精神十字架和生活的十字架 他是有最初的来龙去脉 对 这个我们讲的第三集 我们这次讨论的第三集 我们展开讨论中校超越性的思考 拯救意识 最后我就想特别 因为他这封信提到 这封信对他来说无地之龙 这个妻子 你可以讲吗 他这个妻子是 因为你跟他好朋友 但是我还真的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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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这个呢 将来也有可能 那是因为这个刘晓波和刘霞的爱情 现在网络上最 现在这个网络的发展 这个年轻人 他们对这些历史啊 这种哲学啊 这种当年的文化背景啊 他都了解比较淺了 但是这种爱情故事达到很多人 所以刘晓波和刘霞的这个爱情啊 都可以值得 我觉得可以值得大数特殊的 也是很重彩的一笔 在当今的历史中 因为现在这个爱情 还有没有爱情 都是都成遗物的一个时代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然也怀疑啊 我当然不能这么乱怀疑啊 怀疑呢这个 因为很多东西这个是被屏蔽的 但是他的爱情也希望这个 是不是官方他把这个爱情东西 来淡化他其他的内容啊 这个应当别论 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这个 我们初步展开啊 这个和陈军先生也是第一次 有那么一次比较深入的交谈 我很荣幸啊 因为陈军呢这个 他的哲学思想背景 而且呢他多年来这个 还是坚守他的一个理念啊 就是说他的这句话呢 我是很欣赏的 一个不但是你的生活 你的自己的生活 就是你 你的各种生活 要优雅的 要优雅的活着 要有品质的活着 而且呢在整个这个 对对对对他的 就是说你说反对的 反对的那一面 你也是我要优雅的姿态 超越你们的啊 而不是于你 简单的就是一种 一种反抗的 一种我是 我是超越你的一种存在 一种生存状态 这个呢就是将来 我们也可以讨论 因为这个 就是实际上呢就是 一种生活姿态 就是你要 按照现在我们说 比如说中国 现在这样一个 专制状态 年轻人 年轻人现在 这生活状态是 越来越改变了 但是他这个 这个实际政治现实呢 改变不大 但是我 我就说跟朋友们 有时候聊起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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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50后 到了80后 这个年来 这中国社会 自然会改变 但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 简单的成为一个 进化论的一个 一个渐进者 是吧 希望能够进步的快一点啊 那今天呢就是 非常感谢 感谢嘉宾 感谢我们的导播 也感谢明镜电视台的观众 下期我们再继续讨论 刘晓波未曾发表的 首稿的其他部分 时间 请敬请关注 明镜天时代的预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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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